那上一次给大家算完泥炭土之后有话有说 老花鱼怎么要判断这个图里面有没有加木纤维啊 加木纤维有什么影响 文大伙说 泥炭土上回跟他说的是战略保护性的一个资源 他加木纤维是为了 怎么说呢 你像平时这么大的公司吧 人家是为了自己这个公司的寿命 他参得15%到30%影响并不大 就是片面的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道理 泥炭土这个东西啊 很多人往里边参东组你也看不出了 影响也不大 我们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养夏儿兰的土地呢 就是一半吃椰康 一半吃泥炭 长得也一样好 也一样OK 那有的话我说老花鱼 那你为什么卖春泥炭 你不会参的卖便宜一点吗 文大伙说椰康才几毛钱一顿 你自己买就行了 好吧 我没必要了 你回去你自己参也行 但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肯定是最哇塞的 很多的花鱼就是买了我们这种一包的回去 再弄差不多等量的这种一包的一个康会儿充电餐的时候 就是可以的 当然了你要是直接用这个 给它吹花菜的 木鲜薇怎么样用肉眼去区分啊 就是你能你能看到有很多很规则的 因为它是用机器轻轻嘛 木鲜薇的这个长度都很统一 它们的大脚都很统一 如果说你看到有很多很多粗细大概相处长度大概差不多的白色的基本上就不成了 泥酸厨里边都是不规则的因为它不是有机器切割的 好了 别的也没有啥了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提到大家养花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也及时的去偷冲一下 好反应能帮了就帮 帮不上了吗 找人给你帮 我知道了 养花这种来了来了 喂 喂 喂